我发现大家好像很喜欢看狼人杀版英雄联盟 甚至狼人杀的官方都来我的视频下面评论 强烈推荐英雄联盟官方和狼人杀官方联动一波 在英雄联盟里面做一个狼人杀的娱乐模式 哦不对,好像已经有这个模式了 我看小龙熊最近一直在玩 废话不多说,今天依旧是狼人杀版英雄联盟 我邀请了五位博主来参加比赛 游戏的过程中大家一起猜猜是谁 最后投标环节揭晓,看看你猜中没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娱乐节目 你们懂我意思吧 大家素质差一点好吧 不要只有我一个人没素质 你没素质不是人尽皆知吗 我确实没素质 我再没素质也不会白银输成那个大B 有个人说你三次没给他打上去打竞技赛 那不是谷月吗 你别乱说,他打不上去 他老打输是常态 他打上去了还得放个鞭炮呢 那确实,有的人白银去赢一把就得放鞭炮了 现在我们这边人起了 我先说一下规则 中间的其实还是跟之前一样是内鬼 因为大家太喜欢看这个了 所以没办法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QQ消息 我会给大家发身份牌 内鬼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输掉维系并且不会发现 打完之后我们会进行投票 好人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内鬼全部投出就赢了 有没有什么奖品 奖品 你要女舰长是不是 那这个如果非要给我 也不是不可以 不是我想要女舰长 但如果你们没得给的话 对吧 如果我们赢了呢 我们赢了还要找内鬼吗 也要都要找内鬼 但是我希望内鬼要把自己该做的给做好 因为我们打了好几期内鬼素材 有一期是内鬼MVP 有一期有两期都是内鬼赢 就显得很尴尬你知道吧 所以我希望内鬼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兄弟们 就是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是吧 对 对 那那个 呃 哪个 女舰长 我说女舰长 嘿 搞得我眼里只有女舰长一样 男舰长 小乖以后能不能双排啊 我做大哥你当混子 你能C我吗 我能C 行 你正题相信一个翡翠的吗 输一晚上的人吗 我觉得翡翠输一晚上和白银输一晚上你选吧 现在有两个大哥 男柴 胜呦 你obile 好 我尽力了 坏了 reading 哎 等一下 弄 定 了 你 赢败赢败赢一定赢败的 哎 �则是什么来着 不让用大和什么 啊 什么不用大 这个人在说什么 不是不用大嘛 哪里比如说赶吧 赶成找内鬼吧 对 你是那鬼吧 还没 规策都不懂 噢 那找支 nome 不玩女生了 我也不会用大 卧操 我许子不要把它用大 我不能玩有再招的 肥子都没高度 是吧 快了身上 进来 哎 supplemental 是比好困啊 没洗 哎 不是 第一次睡 我来上海 我换了台电脑 这好不习惯啊 已经开始酝酿了 不是,我真去伤害了 已经有这个伏笔了 小乖能不能跟石头人换血啊 没问题 换得过他,我帮你干死他,没事的 他就钻石,相信自己 小乖厉害,可以,小乖 我帮你试一试好吧,你得等我点CD 不然我们俩伤害不够 上去跟他换,换着就往下拉 OK,一段一要了,好,他就一段一了 别怕小乖 没什么了,没什么了 对,OK 你拿,你拿,你拿 别吧,别吧,这个线可以控一下的 你吃吧,吃吧 小乖你不会内鬼吧 我是内鬼,我还让你吃吧 不是啊,这个线你可以不用急着吃的 这个线你要卡住了 你看 快走吧,我主要是对冰线的理解 没事,听我的,我教你 哎呀,中路玩不来啊 好难说啊,玩中路 演起来了,是吧 啊,中路啊 为什么想 王者飞一踢钻石丹 全票把古月C打飞 没,没,没打过中路 对左翼的伤害 没,没那么了解 也不是,他白银都能把链跪,打不过这个也正常 那狗叫什么 白银都打不过还打钻石 中路没双的 中路没双的 关我屁事啊,他没双跟我有什么关系 烈烈的嘛 小乖,换鞋,骗他E小乖 上,你是最厉害的时候人 太明显了 他叫E啦 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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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减速 他,我不管了 我直接闪W 哦,他没闪 我把你测出来了 我推向了 我心里血了小乖 吃吃吃,随便吃 我不信,就凭你这个举动 我就不信你是那位 真的,还是跟小乖这样的好兄弟打回去舒服 跟古月C双盘 C又C不了,还总想吃吃 你脸要不要了 我带你躺多少把了 什么你带我躺多少把 你只有在有老板说这把 你只有在有老板说这把 你只有在有老板说这把赢了送飞机的情况下 你才会C 其他时候都在演我 拉到我 古月不会为了C我而C我 他只会为了飞机而C我 狗东西 哎呀 讲过GAP呀 不是啊 不是啊,凭什么一个狮子狗没到六级能抓三个头啊 你们我怎么感觉除了我以外全是内鬼啊 你们不是霞谷王者吗 别搞了兄弟们 要C了呀 都在干什么呀 我怎么死三次了 我怎么死都三次啊 我操了全力的1% 你需要演员吗 感觉 感觉不需要演员的那样 不需要演员了呀 他直接就是正常发挥了呀 大家正常发挥就差不多了 就是你们做UP主的那个羞耻心呢 我都跟姐说了 有塔塔在正常发挥就输了 有我在正常发挥就输了 现在现在来来来 谁战机最差 说话说话说话 讲过GAP没办法 中路密斯了 哎呦能不能救一救 哎呦中路 别说话都说了中路密斯了 10分钟前就说了中路密斯 都到我脸上了再说 10分钟前就说了中路密斯 都到我脸上了再说 不知道兄弟们跟朋友玩游戏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玩的很痛苦 火气很大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去火神器 新手推荐白丝惠子 火气大的兄弟可以使用其他进阶版本 我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巨额优惠 快点击评论区领取专属优惠券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马上到马上到 快来快来卡马给链子 这都给我好不好这都给我好不好 OK 不 这一千块啊 你得C啊拿这个头 没事被单杀又可以头 被单杀贴头 我怎么就被单杀单杀一次 干嘛被单杀一次后面后面是被抓的 手乖单杀了手乖单杀了 我已经洗击嫌疑了吗 已经洗击嫌疑了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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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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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能能鸡飞吗能鸡飞吗 鸡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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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演员他妈的 拉这么满呀 OK 你看我就闪现跟着急不及时啊 我这么两个鸡飞加起来三秒 你再跟不上你死了得了 怎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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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大吗 好大 帮他挡一下帮他挡一下帮他挡一下 帮他挡一下帮他挡一下 不想玩啦 好倒霉啊你妈的 OKOK加油 有一说一啊 要是我们顶的就是内鬼 然后玩是赢了 应该给最西的那个人发点奖兵吧 有三个剑长吧怎么样 女剑长怎么样 发三个女剑长 我一个顶两个女的 你好骚啊宝贝 一起抱团摸峡谷啊 谁不来谁内鬼啊 我第一个道 你们上当了 这非得听他话 不听他话就是内鬼 他有问题 人家现在是大哥 MVP 他就算是内鬼 也得听他的 就是啊 乖乖多通透 不像有的人死牙子嘴硬 回到上路真温暖 不想玩了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追过追过看我操作 追一下追 追追追追追追追 双剑划斩 我还大空了 我操头K了大空 在把狮子狗放跑 害死卡尔马 你想抱团的肯定是吧 你想下路一直来 我靠你好一直说 我想这下路2200分 再怎么不至于被干报吧 咱妈中路也没来过 咱妈对面十分钟来 我中六次 他一次不来 中路峡谷王者 那被干冒的怪谁的 别养了 他妈话都被他说完了 我操 小官你跑得很帅 来牙锁 快秒快秒 完了 他这个精神不太好 夹他 能秒吗 我转开封 OK我这AOE打满了 他Q闪什么东西 没有 被晕住了 哦 狮子狗来了 游戏结束了 哎呦 哎 不会打中 我只会打上 哎呦 那谷月打这局 有天性有优势 他输的所有理由 都可以输 我不会打中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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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不是也要背 背中会好一点 不然你说你 这么开 对吧 没有 你现在结婚吗 你觉得反正这个样子吗 没有 没有没有 我只中路 他们不熟悉中路地势 OK啊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阶段 投票环节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个评分 从高到低 轮流发言 好 我先说 首先 我觉得 石头人其实挺正常的 因为考虑到 小乖 他只会玩石头人 玩事了 我去帮他抓 他也很听话 而且还把经济让给我了 石头人 我直接保了 让他传送 他就传送 让他支援 他就支援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 永恩 什么峡谷千分王者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的 对成这个样子 永恩 极大嫌疑 好吧 极大嫌疑 然后下路 讲道理 下路的情况也很严重 你想想看 下路辅助 2200分 再配上一个那么厉害的AD 两个人下路 那是抱歉了 肯定有鬼 这是我的发言 结束了 那到评分第二高的说话 我只知道 查查一次没来 然后 古业奖 在我印象中 他虽然什么白银 什么几年贵的 我听说过 但我想 应该也还是 有点水平的 不记得打成这个样子 至少在我心目中 不应该是这个水平 所以我先给 中单吧 放到第三名说话 不是 啊 这辅助说这么点 我说实话 那辅助说这么点 显有点大的 我下路打不过 纯前期二级抓一波 三级抓一波 下路对不了线 然后对面那个组合 我俩确实精神没法打 然后再加上 我其实一个月 没玩这游戏了 我一直在玩瓦 瓦罗兰特真好玩 我说实话 中单看了几波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被抓的 但是他被抓的时候 有操作 但是他打团的时候 反而没有 他被抓的时候 那么有操作了 能理解吧 就有点像 不认真玩了 好吧 过了过了 OK 那现在轮到中单 古月发言 首先我不会玩中单 你们知道吧 一个你让一个上单玩家 去打中单 是吧 不会玩也正常 首先是对那个地形 不太了解 然后加上被抓太多次了 然后就被抓完之后 就容易操作变形 自家把也是把 只会一直在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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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造成 越死就越会死 没办法 我其实 我其实 你还绷住了 绷住了 别哭了 不是不是不是 要哭 别哭 别哭 别电海君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我 但我 我真的 我真好在打 主要是 我也没在 还有一点 就是我没在这个点 玩过游戏 你们知道吧 就这个点玩游戏 饭还没吃呢 头晕眼花的 就 我觉得我还可以 挣扎一下 这茶茶是不好投的 因为茶茶这个人 他 好好发挥 他也像内鬼 他可能战机好 他实际上作用也不大 就他不太好投 然后我就不投他了 我觉得 那个 下路吧 下路这个配置 被打 被打的是吧 在二塔里玩 我觉得 不应该 就算即便被抓 但是你们这个配置 你们这个配置 然后 是吧 OK 那最后到上单 或许家发言 反正先投谷月吧 因为我觉得狼 他第一时间肯定是先 就是给自己辩解 而谷月全身都在给自己辩解 他没有去找别的狼 OK 那现在中单是被投了三票 谷月出局 发现疑言 哎 那没办法 那我 我的妈 我是好人兄弟们 几乎 好好说 然后 然后 然后我的妈 我以为我是内鬼 但实际上我是好人 我猜 我猜 你还不经历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以为你是内鬼 啥意思 因为他微信跟我说 我是内鬼 然后我就以为我是内鬼 然后他后面KQ给我发了 但我当时在发布视频 然后我没看 所以你到底是内鬼还是好人呢 我这个我 我一开始跟我微信 微信跟我说我是内鬼 然后 然后 然后后面 然后开之前 然后跟我 KQ跟我说我是好人 但是我没看到 那你到底是内鬼还是好人 啊 所以 我现在究竟是内鬼还是好人 怎么评价一下 我现在是内鬼还是好人 我现在 我听懂了 就是 他是好人 但他以为自己是内鬼 哈哈哈哈 好好 我跟你说 我 我跟你们看一下 就是 他在跟我说我是好人的这个点 我刚好 刚好因为视频发布出去 然后我在问那个群里 哎 我怎么投稿不了 然后我在鼓到视频 我怎么刚好没看到他给我发明信 我 我理解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是内鬼还是好人呢 我 我现在觉得 我 我现在觉得 嗯 古叶猪脑窄了 我们先不管他 我们继续第二轮投票 我说一下 我是打野 我这把局势看的是怎么样的 因为下路对线我看的事不多 但我注意到两个细节 我在下路待见 我说了卡尔玛 你们走 他就一个卡尔玛 一个石头人 就愣是在上合照那波被逮了 我记得 以至石头人 我认为他是好人 那么谁在那带铁之后 我觉得卡尔玛 卡尔玛嫌疑很大 好 结束了 OK 那能到辅助Winter发言 我感觉查查的嫌疑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下路一直被那个狮子狗搞得太难受了 上单的话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是正常打 AD感觉还算正常 没有什么离谱的这种行为 过了吧 OK 能到AD缠而发言 说实话 这个发言 我是想保一手辅助的 因为我下路 我自己没有打好的情况下 辅助他还在认真打 他是有努力 在挽回这个猎手局面的 所以我是想保一手辅助的 但是在不知身份的情况下 我和辅助不打成共鞭的一个身份 那石头人第一回合 直接把我和辅助打成两个内鬼共鞭 所以石头人这个发言很迷惑 但是你们又说石头人玩的没问题 那这个打野又保了一手石头人 打野其实整局游戏玩也没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发言 有一些误导性的行为 如果我的话 我会偏向脱打野这回合过了 OK 那现在人到上单石头人 呼气家发言 你们都在问这个查查帮谁了 帮我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就是说他是内鬼 然后他帮我 是因为他知道帮了我 等于没帮 所以他就只来上 而且我很纳闷啊 查查在前期拿了那么多精益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你的水平 不可能输出这么低 所以我怀疑我的大哥查查他 我现在就怀疑他 因为AD的发言非常诚恳 我已经信你了 谷悦已经死了 谷悦不要笑 不要发言 OK 那现在第二轮发言也结束了 直接在公屏上面开始投票 那现在三票打野 查查出局 请发一言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 帮错人了的感觉吧 就是我好人走的 不说了 内幕的 就这样 OK 那查查出局 第三轮投票 继续 我这怎么发言 我就 感觉AD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看他怎么说吧 过了 轮到AD长而发言 这是游戏内容而言 我觉得辅助 真的就是全程都没问题 石头人第二回合听了我的发言 直接改票了 我现在特别想跟辅助同一战线 那辅助一直说我没有问题 其实 要不 要不 查 要不你同你自己吧 我现在感觉 我说实话 这三个人 我嫌疑是最大的 我游戏内容来看 我玩的是最垃圾的 我保留意见 那最后轮到石头人 或许家发言 确实辅助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 在打团的时候 有一波 查查说 你们怎么 为什么还没走 当时是 辅助带着我打的 我不是把锅拴给他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我是跟辅助一起打 然后没打过 两波都是 我俩被抓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辅助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打这么高的输出 然后也这么尽力 而且你AD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你竟然觉得 就是现在 我知道我这好人的情况下 就你们俩在我眼里 一定是有一个狼的 但是你们俩作为一个 就是线上的这个队友 竟然都没有发现 对面的狼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狼人绝对是一个高手 那我觉得这个狼人 就是辅助 因为如果AD是狼的话 辅助不可能 一点都不打AD 所以我觉得这个V的狼 应该就是辅助 最后一轮发言结束 大家开始投票 现在上野户投 最后关键的一票 在长尔手上 有点顶级 说实话 有点顶级 你再给我半分钟思考 可以吗 我真得思考一下 真是很认真 说得好过载 是吧 游戏内打得烂 但是这个肯定是认真的 我想想 快 长尔 做决定了 关键的一票 投给辅助吗 投了 确定吗 确定确定 确定 OK 那现在辅助出局 好人获胜 nice 我他妈真 我 我这不用演都能输的呀 其实是三个内鬼两个好人 这把虽然是 名牌是两个内鬼 我跟温特 但实际上我跟温特 是玩得最卖力的 是你们三个人 玩得跟演员一样 我都输不了了 你别说这些有都没大 你就说你们 你们是你们输了输吧 你就管好人赢不赢吧 你们知道吗 中路他们一直死 然后每一次我去帮他抓 我让他这么操作 他操作上个人 我只要失脚一切 他能不能蒙蒙死 我跟你们说 古月是狼吗 我好人 你真好人 古月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古月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我之前叫他过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他是狼 然后呢 后来我在QA上面 给他发信息 我说他其实是好人 他不是狼 打完之后 他给我发个信息 我是好人啊 所以他竟是狼 又是好人 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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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好人的阵营 我赢了 你就说好人赢不赢吧 我这把跟上单 绑定好战略 我跟上单绑定死 我再去踩一脚 别的内鬼 就稳的 要么我出去 要么温特出去 我都不知道 温特也能被出出去 对啊 我怎么能 会不会出出去啊 他们没有逻辑的 很恐怖的 他们就看谁 打了好就把 为什么 两个输了的 就是输了的人 一直说 我们没有逻辑啊 你做一个好人 全力人的世界 只看结果 知不知道 全力人的世界 只看结果 不是 你做一个好人 第一轮就被票出去 你有什么逼连 我就问你 我赢没赢吧 我就问你 我赢没赢吧 笑死 太离谱了 来 我是想演的 但是我发现 这把我还没演 钟夏就已经爆了 还没演 游戏没说 我寻思 那我如果直接演了 这游戏15 你这个视频 根本没有节目效果 我说我得卖力点 先打成翻盘的局面 然后我再送播大的 技能喜亲嫌疑 你这个节目效果还好 我是抱着 为你着想的一个心态 拼了力去打 你平时玩玩的时候 不也这样子吗 关键时候是摩打的 不也这笔样嘛 怎么每次带 每次带 你真的很累 怎么有人 怎么有人做视频 天天都是坐牢 也不知道是谁 哪个峡谷王者 打个什么 医区翡翠钻石 天天坐牢 我都没点说 我这本来坐牢 做的不多 翡翠是坐牢 做的那些多最近 我开始还说 做内鬼 有点职业道德 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这些好人 比我更没有道德 好人不好打 在我这屁啊 就借力了 还有小乖 帮了他一整把 就算 就算真的要背四我 你到最后一轮 背四我行不行 给我来这句 打野叔叔怎么那么低啊 然后就把我票出去 其他人还跟票 OK兄弟们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到这里 最后呢 我说321 我们喊个一键三连 321 一键三连